主料,栗子500克,主量,油15毫升,糖5克,水10毫升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生栗子用清水搓洗干净,把栗子上面剪出个5毫米的口子,栗子放到板里,倒入一汤匙食用油,每个栗子表面都均匀裹上食用油,烤盘铺锡质,把栗子平铺入口盘, 放入200度预热好的烤箱,栗子入烤箱,25分钟左右,取出栗子,用毛刷把糖水刷在栗子表面,边刷边拔洞,栗子裂口处可以多刷几遍,刷好糖水的栗子,继续入烤箱烤至5分钟即可,烹煸技巧,买栗子的时候,挑选颗粒跑满,颗头中等的栗子,不要买太大的, 不宜烤熟在栗子表面裹上一层食物油,可以有效的防止栗子烤糊,栗子减可防止烤的时候爆裂,在烤得差不多的时候,可以先取出一个栗子烤一下,如果还没有熟透,则延长一下被烤的时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